嗨 大家好 我是欣欣 我是報名第13場Light Pintalk 總招有個特權就是我想講什麼就可以講什麼 那我們就來跟你們介紹一下 在哪裡 好 我想要介紹一下就是 我們開啟了一個新專案就是 OSC VIP的快速通關 我就知道這個人會自己轉 他會幫我轉 我想問一下在場有稱請 那個OSC VIP的票人請舉手 這麼少?這麼可能嗎? 這麼一 那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其實這個Conf啊 就是CConf,CConf,CConf都有一個開園貢獻者票 只要你有在做Open Source專案的 你提交你的Ringquad 或者是你在做什麼貢獻 或是你是活動上面的參與 然後你是Community的Organizer之類的 你都還可以把你做這些Edit的貢獻都寫上來 那你就可以不用在那邊等到8點的時候 你按一個按鈕 然後一直想說 欸怎麼都沒有CostCub的門票 那到底要怎麼樣拿到呢? 因為以前啊 就我們 大家都要告知去投CostCub 投資投資投資 那我們現在希望說做這件事情 對大家有個好處 一個就是節省你的申請時間 你只要有通過同一個表單 那你就可以獲得這件事情 然後 我們也會優先通知你這些報名的資訊 那另外我們也想做到 把大家做的這些開園貢獻 可以再往外推廣出來 那怎麼做這個快速通關呢? 主要就是以前 現在你只要退過OCM 開放文化基金會 他之後會再把這個訊息貼出來 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你把跟你以前 就是把那些資訊交上來 然後也會有志工來幫忙審核 那過了之後 你只要將你的個人代碼 交上去給四個群 那他們就會直接回來說 喔確定有這個人 那你就可以獲得開園貢獻者票 你就不要每一次還要寫很多自己的履歷這樣 那收件時間有什麼限制呢? 主要就是收你前一年度的開園貢獻 然後你可以得到當年度的免費貢獻資格 那我們就來舉個例吧 如果小強2020想申請 他要拿哪一年的貢獻來填表呢? 前一年嘛 那就是2019年 你2019年的貢獻都可以來 那來個part 2 如果老趙裡用A貢獻 跟Costco申請2019貢獻票 他2020年還能貢獻 以A貢獻 以A專案貢獻嗎? 沒有問題 就是這個規則就是 你只要拿前一年的就沒有問題 那得到的資格會過期嗎? 他的資格就是到當年為止 就是我2019到2020這樣 他的交件時間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當然我現在時間不夠 就是 開放化基金會 他就是在協助台灣開園社群 如果你有 你如果可以願意多了解這個OCF 這個Foundation的話 那就請再搜尋一下OCF.T 這樣子 那我們非常需要大家的個人小額的捐款 那就麻煩大家就在看 來上網再看一下資訊 這樣 謝謝 一百月三百塊 開圓保平安 大家都要走 好